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現任主席李慧琼決定 星期五不召開選舉主席的會議 副主席郭榮鏗認為李慧琼的做法是藍權 有鑑於上個星期的情況很擔心 今個星期繼續的話 肢體衝突甚至暴力情況會升級 亦可能會引致更多保安員甚至議員或其他人受傷 所以我很希望雙方都可以冷靜一下 李慧琼說想大家冷靜一下 希望保安、議員不要受傷 我提醒李慧琼 我主持的會議沒有人受傷的 我主持的會議是不會有議員打議員 或者和保安有任何的衝擊 主席用一個不知甚麼的理由就說 我覺得今個星期不開會了 那就不用選了